但現在的事情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版本 有媒體報導說他捨不之所以會對說成假甜心 是因為納豆想要追求他 當天甜甜獻殷勤 但是對方沒有給他好臉色看 所以才會對外來訪話 只不過現在有事後雙方的經紀人都說 是一場誤會彼此並沒有誤和 來了 沒看到這 不要給我一個交代 好